苗栗院里一家餐廳传出火警 警一宵拉水线挺进 眼前一大片红色火光 火势不小 消防队员喷水灭火 出估餐厅烧了15平方公尺 幸好及时抢救 没有人受伤 但20号凌晨 消防队员收拾装备 火警自动警告设备 紧急广播设备及排烟设备 火势有备局限速 没有向上延烧 但20号凌晨 消防队员收拾装备 要把马路上这些水线 卷收起来 有易消却被汽车擦撞 休旅车疑似发现 眼前有好几辆的消防车 放慢速度 但车子却开在双簧线上 再往前右转 就撞上正在收卷水线的菜姓易消 易消被撞上瞬间倒地 幸好脚穿的消防鞋比较厚 脚尖也是硬头 起了保护作用 送医治疗 X光检查 只有挫伤 没有骨折 而撞到易消的是 这名黑衣男子 警察对他酒侧 数值竟然高达一毫克 几乎就是烂醉程度 而且可能事件模糊 反应严重变慢 又是酒后开车撞人 易小挺进的火场救灾 收拾装备 竟然被喝到烂醉的驾驶 撞倒 受伤就医 TVBS新闻 谢股金黄 国君红彩的苗栗 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